为加值南回路跑带来的观光效应 10月份立法委员刘兆豪要求观光局 应该和公路局来进行横向联系扩大办理 观光局日前核定补助台东观光协会100万元 届时要聘请三位知名网红 以影音方式宣传南回美景 并且增加交通接驳还有发送旅游套票等 要让观光效益可以延续 日前立法委员刘兆豪要求观光局与公路局进行横向联系 将南回路跑活动扩大办理 进行当地发展 现在做还在得及 现在10月初 公路总局当然他把他认为是工程的完工 观光局是要把他当成这是一个观光的行销 好不好 就是除了把他送公路总局以外 公路总局刚才局长说他会再加码来做 再加码然后跟业者 不然自己训练跟业者好不好 你什么时候会 因为这也10月20通车也快 可能也蛮感的 我们一个礼拜内把它确定 一个礼拜确定之后 然后跟地方政府跟业者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也一起来帮忙 这个就是横向的联系 观光局于11月22日 核定补助台东观光协会100万元 补助办理南回公路全线通车 马拉松加值计划 不只是把它当成是一项公路的通车 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提升观光产业的一个好的机会 台东观光协会表示 将与网红修修 旅想家廖骏以及台东制造进行合作 邀请他们参加路跑 并将文字影音透过网路宣传南回美景 尤其是南回线上多辆火车站 泰玛里平交道等打卡热点 并规划20辆从市区及大屋火车站 前往达人南回公路的双向接驳车 同时将发放1000份问卷 并提供2020春游住宿抵用券等 期盼借此促进观光效益 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是来参加这活动的朋友来 更了解我们南回的相关的景点 或者是提供一些问卷的调查 对我们台东的整体的观光希望有一些帮助 台九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后续计划 最重要的安硕草普段隧道即将通车 届时势必能带来更多旅游人潮 南回路跑已吸引超过7000人次 因此要求观光局挹注资源几何活动 借此带动台东观光 记者江碧任台东总和报道